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 大馬Sir回歸 我們說一位哥哥 這位哥哥是甚麼人呢 就是來自共和黨的一位 宣佈了參選總統候選人的哥哥 是一位印度人 我們之前也說過這位哥哥的驚人言論 驚人言論? 其實我在節目說他有點像印度林峰 照片很像 對不起林峰的粉絲 叫做 拉馬斯瓦米 他呢 原來 就是得到了一位 當然這位哥哥的說話更加是 有時候覺得風人風雨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哥哥 Elon Marks 九說死 他表面上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總是有些目的 你想想他之前 九說一下股價如何浮動 是不是 還有他還給了一位右派的媒體人的旗手 Tucker Carson 前霍氏 新聞的當家主播 卡遜 卡爾森 Tucker Carson 訪問他 這位 叫做 印度裔的美國 這位候選人 他是語出驚人 他 就說 很擔心 很擔心甚麼呢 美國在俄烏戰爭當中起到的作用 現在 俄羅斯 是向中國投壞送譜 他特別提到如果美國和中俄 中俄 有機會組成叫核大國聯盟 如果大家有衝突的話 缺乏核防禦力的美國 可能 會不見了會消失 這位阿哥 就認為 缺乏核防禦能力 你也說缺乏核防禦能力 整個歐洲能夠收工 是的 俄羅斯是最多核軍備 中國好像排第三 如果要攬炒的話 俄羅斯應該是全球 是真的做得到的 說句老實話 俄羅斯的經濟實力 不是最強的 但是 你要知道 他的經濟實力不是最強 不過 他真的發爛起來 都沒有哪個國家定得順 那麼美國是否可以 如果長期來說 美國是否可以壓倒俄羅斯呢 因為他經濟強大 但是你不要忘記 趕狗入窮行 永遠都是危險的 你不要忘記 我們中國人有個智慧 真的相當好 就是 慈氣 碰江 那誰 會害怕呢 是吧 那這位 說回這位共和黨的候選人 之前就叫台灣地區 他每個人的一枝棒棒才能保護自己 之後還有一個更好事 他就說 我們跟台灣地區現在建立良好關係 之後 等我們 在 晶片可以自主生產時 我們就不用理台灣了 很搞笑 這麼老實的 對呀 其實我覺得 他的老實 老實說 連媒體都說是代表某些美國人的想法 這位哥哥 他也說 美國現在應該盡快通過 和平談判 結束俄烏戰爭 向俄羅斯保證 不會被烏克蘭街北約 將俄羅斯 從中國身邊拉開 即是 跟俄羅斯做好一些關係 隨著共和黨候選人 的第一場辯論 就快開始了 就是23日 23日的時候 拉開序幕 原來這段時間他真的很紅 熱度相當勁 因為 Elon Musk 說他 這個人很有前途 說的話很合心 你知道有錢人很開心 事實上 也等於 幫他聚了人氣 因為很多人相信有錢人 對吧 那他 原來 現在的小子 我跟你說 現在的小子 很多的右派媒體覺得他 因為有Elon Musk的加持 可能 張德桑蒂斯第二把交椅拉下來 喂 那麼厲害這位阿哥 是啊 因為他說得更加柔 他說得更加柔 剛剛在霍氏新聞 他叫僑元 說美國只會保台 保到2028年 其實他這件事居然有很多右派 他說保台保到2028年 之後 半導體自主我們就不用了 之後就跟習近平談一談 其實最後就是一個字 就是價 台灣地區說有種東西叫價值 如果這些右派 這麼幼的人想 登上大位 你有種東西叫價值 現在他的價值就是多少銀和多少好處 那麼台灣地區 那麼台灣地區 這實力差很遠 不是不是 登上大位 但是你不要忘記如果德桑蒂斯 是被他拔下來變第三區變第二 而特朗普又有官司前身 那怎麼辦 還有一件事 現在 大洋彼岸的英國 已經有印度裔做到 這個 首相 美國有印度裔做到也不奇怪 他說的言論是比特朗普瘋狂很多 說真的 不過說真的 特朗普做了總統之後 說他老實話 我相信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你看特克克森 特克森挺看好他 表面上 表面上 當然就是因為他這個言論 美國只會補台灣補到2028年 實現晶片 自主後補台灣補和大陸談 他已經登上了很多媒體的頭條 他接受特克森這個右派的旗次 旗次的一個 主持 他一直說說說說說說 他亦說 特克森說 聽到 有很多是罵你的聲音 他就說 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們和俄羅斯和中國 真的如果他們結盟和我們衝突的話 大家是不是想美國不復存在 是的話你們就這樣做 特克森呢 是贊同他 是呀 那麼之後呢 他們的意思呢 現在的意思就是 要把俄羅斯拉到自己身邊 從中國那裏拉起來 但是其實 中俄 其實在 軍事上都是沒有什麼 真真正正正的合作 當然他們有時候又老屈 這個 這個 Tucker Cusson 你覺得對 阿哥 之後 他亦都說 因為目前美國 缺乏核防禦能力 而且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 國防的努力 都沒有集中在 國土防禦上 糟糕了 他的意思是 整天要我們海外派兵 頂你 跟特朗普一樣 我想之後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 那就給錢了 我們不用錢了 其實現在特朗普說出來的 都看到他走回以前那一套 我們給那麼多錢 給盟友防禦 誰來我們美國 現在 這位印度阿哥 印度裔的阿哥 其實他說的一樣 他亦都說 美國現在 在烏克蘭做的事 和之前在伊拉克 還有越南做的事 沒有區別 他一說起越戰 其實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 是相同的 後果很嚴重 因為 涉及到核 他對中俄目前的緊密關係感到很擔心 他就說 我們 只是被軍備給烏克蘭 但是 不是等於 將俄羅斯推向中國 我們 是那個推動 中俄軍事聯合 合作的一個 國家 而且 你看一下 現在俄羅斯 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 是保持一致的 是拉夫羅夫說的 美國 是搞搞震 這位印度裔的候選人就說 如果 美國 是繼續這樣的話 美國捲入俄烏 戰爭 是不會獲得什麼明顯國家利益的 我也不覺得這樣 他肯定計算過數 影響力 影響力 重建 再說實力軍備進帳的事 是 是 不會不說錢的 是 這位亞哥 印度裔的亞哥就認為 美國應該牽頭和平談判 達成協議 最終結束俄烏戰爭 努力 把俄羅斯從中國身邊拉過來 這位亞哥 其實 之前還在 一次的 競選活動當中說 美國人 被俄烏戰爭 當成 傻瓜一樣 玩到 騰騰轉 為什麼管他們那麼多 他就說 我不認同 烏克蘭是民主典範 老實說 以前很多西方國家都不認同 但是現在要政治正確 他講到什麼民主典範 這位印度裔的亞哥 也說如果2024年成功當選美國總統 他會向 俄羅斯總統普京 作出全面讓步 和他特成協議 這個重點 就說 阿頓巴斯 給了俄羅斯 就是了 如果 言論說出來 有些人受落的話 他在共和黨的 競爭者 想超越他 又要說一些更加瘋的 說一下 越說越誇張 明天就馬上停戰 如果特朗普 或者德桑蒂斯 還是說是否要考慮 但這位阿哥或者特朗普當選 他們 真的有機會令到停戰 但就像剛才他所說 烏冬地區 就要被俄羅斯拿走 可能如果要超越他的話 說得更加大 更加大 黑耳蟲 黑利文雅 成英 應該不會吧 沒那麼多 我們再看看他說什麼 聽到真是震撼彈 不是開玩笑 他說 達成協議 把烏冬頓巴斯地區 給俄羅斯 解除 對俄羅斯制裁 關閉 這件事 北約應該害怕 應該 歐盟也害怕 因為很多 歐盟國家 跟北約 成員國是重疊的 美國在 東歐的所有基地 全部幫我關閉 並且 北約 收工了 但北約頭是美國 大佬也不玩 會不會說大一點 叫他撥他們的錢 很有可能 這個可能性很高 這個可能性大一點 說實話 另外他也說 保證 禁止烏冉加北約 作為交換條件 他會要求俄羅斯結束 和中國的軍事聯盟關係 並且重新回到新 削減戰略 武器調約 這個削減核武 他的這番話 和西媒之前 炒作的中俄軍事合作 的論調是大同小異 其實 中國強調是沒有和俄羅斯的軍事聯盟 之前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就是出訪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這類言論 一到 中國官媒也說 炒作中俄軍事合作 是言論 甚囂塵上 他當然是這樣說的 因為說到你好像 背後幫他 台媒也是這樣說 一筆台媒 只有他們自己 那些人看 李尚福之前在俄羅斯 的論壇上就說 中俄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進入新時代 並且持續穩定發展 他亦強調 中俄 他親口說 是他原話來的 中俄軍事領域關係 是樹立不了結盟 樹立了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合作點法 說明是不結盟的 但西方說 隱性結盟就可以了 表面上沒有 暗瓦底有 但依然找不到任何證據 中國是提供 軍備 去俄烏戰爭的前線 如果有的話 你還不拍照嗎 世界國的頭條 俄羅斯 國防部長邵伊古在會議期間 和李尚福舉行的工作會面上 也說 俄羅斯和中國的合作 既在雙邊基礎上 亦以多邊形式上 合作 包括上合組織 等等的框架 兩個國家是戰略夥伴 好鄰居 忠誠朋友 保持著 高水平的軍事聯繫 當然說軍事聯繫 等於結盟了 但是俄羅斯也有和印度有軍事聯繫 他們當看不到 立即就看不到 立即變了 一秒鐘不見了 結束訪問之旅 中國防長李尚福到達白俄斯 大輝雄 亦有和李尚福見面 白俄斯始終認為 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是公平 為和平解決一切爭端和衝突 貢獻良當 白俄斯和 中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 是不針對第三國的 現在 如果這位印度若亞哥真是有機會當選 這個世界就好看了 不是開玩笑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